6月12日 众多娱乐圈明星以及时尚圈的名人名流 齐聚上海世博中心出席某男性杂志创看一周年的庆典活动 当晚的红地毯可谓星光异议 佟大为 关岳夫妇 邓超 安以轩 吴佩慈 贾靖文 林根兴 佟丽娅 应彩儿 陈伟廷 郑希仪 忠孝介等明星 一一盛装走上红毯 立刻谋杀了无数飞灵 值得一提的是 佟大为 关岳夫妇这对墨迹夫妻党在现场最受关注 他们不仅穿上了黑色系的正装 佟大为还在红毯上小心地搀扶着妻子 恩爱之情予以言表 现场关岳更是甜蜜地回应了两人现在的幸福 丫轴出场的邓超虽然没有带上爱妻孙丽出席活动 不过他在现场也是隔空表明自己对家庭生活的享受 对于妻子今年入围第十八届上海电视界最佳女演员讲 邓超表示要平常心看待奖项 现场更有记者追问如果孙丽获得事后头衔 邓超是不是会觉得压力很大时 邓超幽默地表示自己年年都有压力 不过同时他也透露自己的任务并不在奖项上 而在于塑造出好的角色 那么年年多那个 然后年年多得这个压力三大了 每年都要平每年都要比 我们是一个开放性的 然后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开放性的 其实跟各家媒体一样 就是怎么让这个行业更加正规正统 然后让观众看到更多更优秀的艺术作品 艺术人物 就是不懂得要做的